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常常有许多大小庆祝 而且庆祝的方式很多 最普遍的是请吃饭 切蛋糕 或其他的比如说 出去旅游也是一个庆祝方式 还有很多符合自己最喜欢的庆祝方式 这些庆祝有时候太过于看细节 比如说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要怎么布置 接下来如果要有人来参加 我们就去想有谁能来参加 比如说在餐厅要吃饭 我们就是要去想哪一个餐厅 还有其他的细节的计划设计 这些细节虽然是很重要 但是它不是庆典的重点 那些庆典背后的价值 才是整个庆祝的中心 福音当中我们听到 耶稣派前72个门徒到处宣讲福音 每一个人照着天主 照着耶稣所指定的范围和方式 到处宣讲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每一个人回到耶稣跟前 报告他们的成绩 他们说 主啊我们以用你的名次 连恶魔也服从我们 耶稣听了他们的报告之后 也给了他们肯定 不过他也劝勉他们说 不要因为魔鬼服从你们 然后你们就喜欢 你们该喜欢的就是 因为你们的名字 在天上已经被登记了 换句话说 借着这句话 耶稣要告诉我们 全福音的喜乐 应该建立在于 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在于 你有什么成绩 或是你做了什么 或是有多少人 喜欢你的分享等等 圣保禄宗主 的确是一位传教大师 很多外邦人 因为他的教导 而归于基督 相信耶稣 跟随耶稣 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感到骄傲 唯一的能让他骄傲 就是被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因为 耶稣已经为了他 而死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他传教工作的动机和理由 也因为这件事情 他保有快乐的心情 到处传福音 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圣喜圣事 而成为天主的小孩 成为天主的家人 并借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我们每一个人 获得了永生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中心 所以如果我们要跟身边的人分享 或是出去做见证 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信仰的中心 忽略了这个信仰的中心 我们的传教工作 我们的见证 我们的信仰分享 就没有什么大意义的 让我们拯救天主派遣他的圣神 来协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 要记住我们的信仰的中心 我们要记住天主为了我们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而借着耶稣的牺牲生命 我们才能获得永生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 因此我们要保有快乐的心情 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跟身边的人分享 天主降福